源自于中国川剧艺术的变脸表演 让长辈们连连叫好 派出所的防诈宣导及健康中心的实质关怀 为长辈献上祝福 台北邮局西首大安区建伦里和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的独居长者关怀活动无比温暖 疫情期间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但是独居长辈的关怀仍不能少 台北邮局每年持续提供独老生活协助 散播敬老住老的公益爱心 我们中华邮政在关怀独居长者这个部分 已经做了十几年 现在目前大概一年可以关怀到七万五千的人次 就台北局来讲我们大概是五千五左右 今年跟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怀 当然在举办活动的时候 人数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邮政对关怀独居长者的这份的关系呢 一直持续的在做 那我们都是透过我们投递室 还有我们投递基查 在这个日堂投信的时候 来做特别的关怀哪一些独居的长者 当然我们也跟今天很高兴的跟我们建伦里的林医长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首先感谢中华邮政台北邮局这边 那提供了给我们这个平台 那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有这个爱心 也愿意做这个社会公益 把他们关怀的这个力量延伸到台湾各地的角落 那我们建伦里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里面的这些长者 独居长者 或是一些平常很热心灵力工作的这些长辈 有这个机会可以接受到中华邮政台北邮局的这个关怀 只见离仗忙进忙出慰问长辈 现场还有血压量测等健康服务 陪伴长者欢度愉快佳节的前夕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